朋友们 欢迎您再回到 欢迎全世界的节目现场 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 说近年这个骇客攻击的事件 凸显了中国间谍活动的严重性 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报告 与北京有关的组织 就入侵了全球26万台的网络设备 在哪里呢 包含了美国 英国 法国 罗马尼亚等等 他们都是苦主 并且警告中国这样的情搜行为 规模甚至远超过了当年 冷战时期苏联的间谍网络 而针对美国的总统指控 中国的国家电脑病毒紧急处理中心 也发布了调查报告 揭露美国这边 他们自己的政府机构 也有在实施网络间谍 跟这个虚假资讯的散布活动 同样是搞得如火如荼 那这两边是互相出招 想请教一下李将军 你过去在这个陆军服 相信在部队里面 一定也有很多这种资讯兵 然后还有这种网军的理解 你怎么看美中两大国 在网络空战的这个状态 我特别要说 未来的世界就是网络的世界 那不管方方面面都是靠网络 除了军事上的情报之外 我们金融或者是说这个机密 或者是交通等等的运作 都一定是借助网络来运作 也就是说谁能够掌握到网络 谁就可以掌握到 未来的世界的话语权 那世界来讲我们不要讲说 中美两国互相的指控 我光讲我们台湾好了 我们台湾前一阵子发生一件 我们所谓的资通电指挥部 里面有三个 这个匿名者六四 有三名的这种军官 因为去战斗对岸大陆的国安单位 就被国安单位破解以后 甚至连相片连姓名都被人家公布 那美国来讲的话 他有没有这种网络部队 他就正式名称叫做美国网络司令部 他就有这种一种部队 不管是做攻击或者是建筑防火墙防御 那中国有没有人 中国当然也有 中国解放军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解散了一支部队 叫战略资源部队 那解散这支部队以后 他编成两个部队 一个叫做太空军司令部 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网络空间部队 也就专门做网络攻击的 那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网络 那谁能够破解谁 现在来讲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量子电脑的出现 量子电脑出来以后 对这个网络密码的破解是非常严重的 那依据美国这个麻省理工学院 一个应用数学系的教授 秀尔他说 他说如果说是 这个以现在这个量子电脑出来以后 他的运算解密的方法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都用RSA的这种方式 来这个编码 来保护密码 可是如果说是量子电脑出来以后 他这个可能要一万年以上 如果说现在用超级电脑 要一万年以上才能够破解出来机密 他未来用量子电脑 可能几小时就破解了 然后这个今天 我特别要讲 就没有多久 昨天 昨天最新的新闻 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科学家 叫在科技产业资讯室的 黄松勋先生 他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说中国科学家 是的 将实现量子电脑 破解加密的演算法 这全球的这个资安 将面临新的挑战 这是昨天 昨天我们自己发布的新讯 为什么中国在量子电脑 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 什么叫量子电脑 我简单的来说 我们一般来讲 所有传统电脑 都是零跟一的一个编码来讲 那量子电脑 它可以突破零跟一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byte 它不是零也不是一 在这种状态下 它的运算方式 逻辑就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可以很快的运解出来 那现在来讲 中国在这方面 已经取得明显的一个成就 它每年投入的金额 是153亿 不是每年 就目前投入金额 是153亿 在做这个量子电脑研究 也就是另外在之前 它有一款这个量子电脑 叫做这个 叫做悟空本源电脑 是一种量子电脑 那现在已经确实上线在运用了 所以我觉得中美两国 如果说是在这个 在这个网络竞赛方面来讲的话 谁能够领先一步 谁能够在这方面加大力把劲的话 可能就是将来花有权的事情 那美国现在怎么样 美国贺锦丽也注意到 美国这次在贺锦丽演讲的时候 他也要说 他要加强AI跟量子电脑 这方面的功能 只是说你现在投入来讲的话 来得及来不及 闪得过中国 好 中方在这个投入量子电脑的同时 他们的另一个出招就包含了是 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指出 美国公司英特尔的产品 存在了四大的安全问题 那用这样的方式 逼得英特尔在官方的公众号回应 作为一家在中国市场 经营了近40年的跨国公司 英特尔绝对是严格遵守业务 所在地适用的法律跟规范的 那以这个国家安全为由这一招来牵制外资 美国会用 中国当然也会玩 但是中方如果真的对英特尔寄出禁令 那在已经被欧美晶片制裁的框架下 他们继续跟各多的科技公司交恶 这样真的好吗 我觉得 我觉得英特尔今天被点名 基本上是有它特别的原因的 因为这个点名不是中国政府点名 这个是中国网络安全空间协会 这是一个大陆一个社会团体 它里面大概就是往这个相关产业 还有这些科研机构 还有专家组成的 那所以它是提出一个报告 给它政府的一个建议 那当然除了它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是可靠性差 什么漠视客户权益 监控用户 暗设后门 其实这是它产品的问题 可是这个报告里面还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它指出来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晶片科学法案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英特尔 那这个法案基本上就是 就是不公平的打压 中国大陆的相关的晶片产业 还有这些公司 那这里面只是没有直接讲出来 就是这个法案其实背后的这个 在着力的很深的就是英特尔这个公司 那所以这个报告还提出来几个问题 那讲的就是政治问题 不是只有产品的技术问题 它说中国大陆 这个英特尔在新疆问题上 完全配合美国政府的政策 打压中国大陆 然后另外一方面 英特尔在政治立场 它说它把中国台湾省跟中国 跟这个美国新加坡并列 把台湾列为一个省 列为一个国家 它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第三个它就是说美国政府要它停止 对比如说中国的这些芯片厂商提供服务 那英特尔是完全配合 它不像NVIDIA 它说不行 我心里面做一个特供的产品 然后跟美国的政府 去negotiate 它完全没有 而且美国这种要做就做什么 所以这个报告它说 它说英特尔是典型的 在中国端起饭碗就吃饭 放下碗就砸锅 这样子的公司 所以它呼吁中国大陆政府 要对英特尔这样的公司 进行某种程度的一种制裁 那就是说基本上 英特尔2023年 25%的收入来自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如果中国大陆采取 这个社会机构的建议的话 英特尔可能会受到重创 好 我们延续刚才委员的话题 就是如果中方真的来 对英特尔做一些处置 势必会对美国企业的冲击 受到影响 当然他们敢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北京当局在去年 也就是2023年12月 就已经下达了内部指令了 说他们不再采购 包含了英特尔 或是超微AMD 这些厂商处理器的电脑 那连作业系统 也不要用微软的Windows 这个公家单位的 个人电脑到伺服器 他们都要全面的国产化 想问一下议员怎么点评 中国想要在自主IT这一块 从软体到硬体 彻底的改头换面 你觉得这个可行性的推广 你看像于晨东就讲 就是目前为止这个华为 像我这个是华为的笔电 对 好用吗 几乎是最后一代 使用这个Windows的 那当然我目前来看 整体都很好用 而且这个是最轻的980公克 然后呢 未来就不会再使用Windows系统 就会再完全使用华为 自己的系统 那为什么呢 主要第一个 当然是要降低外部的依赖 然后以及要研发自己 更多的创造性等等的 然后让整个鸿蒙生态系统 更加的完善 因为鸿蒙生态就是指说 它不仅是可以用在手机 甚至是接连到你的笔电 甚至结合到手表 或其他的智能装置 甚至呢 是这个车 也都可以通通都 使用在鸿蒙系统 所以本来呢 它可能电脑 大部分都还是用微软 但是多开发了一项电脑 不用微软 它的整个生态链 生态系统 就能够更加的完善 那么中国大陆 自己这样干 到底是有没有可行性 第一个 它有强大的政策支持 因为大陆本来就高度支持 这种信息技术的一些自主创新 颁布了政策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的规范 所以加大IT行业的国产化 那对于各种的自主创新 也都有很大的支持跟鼓励 包含地方政府 也有各式各样的政策 那再来呢 就市场需求 除了庞大 本来的人口基数市场需求 也加上了爱国情怀 甚至呢 是一些消费升级等等的 再来呢 在技术创新方面 每一个企业 包含华为啦 阿里啦 腾讯啦 其实每一个大型科技企业 也都会加大持续的研发跟投入 还有各种的科研机构 不过当然啦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当iOS跟Google 就是禁止服务华为之后 那凭空诞生出了鸿蒙系统 目前呢 鸿蒙的这个 使用的装载是8亿台 对吧 那就等于本来的苹果或者是安卓 你就少了这8亿的市场 所以未来当然 对美国的企业来说 其实是一种打击 之后如果换成鸿蒙的华为机 议员这边有想再尝试看看吗 这暂时买不起了 暂时买不起了 好我们也持续观察 这个鸿蒙系统之后 好不好用 那如果观众朋友 对于这个 有IT 中国这边的自主化 可行性这条路 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加入我们的讨论 那下一段节目呢 就会是航空民的最爱了 有美国的波音 还有欧洲的空吧 以及中国的大飞机梦 C919客机 投入商业营运的相关话题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 美国的飞机制造商巨头 波音在这个长达一个月的 罢工期间 陷入了一些困境 在11日呢 他们宣布了将裁减 1万7千个工作岗位 并且把777X 喷射机的手皮交付时间 推迟了一年 那他们的这个 最近的第三季财报 亏损也有50亿美元 那曾经被忠实的乘客 还有航空公司的人员 是赞誉有加 还说出 如果不是波音的飞机 我可是不搭的 这样的话 这么厉害的一间企业 如今混成这样的模样 那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 当前的波音 问一下接下来 谁会怎么形容 智毁长城 那个波音有今天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这个 一朝一夕的事情 因为波音事实上的话 他2015年的时候 他的那个 那个时候 新的那个时候的 这个CEO 印度裔的 他叫Dennis穆林堡 他那个时候就开始 把很多波音的软体的 这个软件的这个设计 跟这个运算 他外包给印度去 那么他把自己 这个所谓的本身的 这些软体设计师 大量的解雇 解雇以后 他去了这个印度的 这个软体设计师 因为印度有个矽谷 叫Bengalow 在印度的中部 有一个这个城 叫Bengalow 那印度人的数学很好 所以他接受了很多 委外案件就帮人家 做软件设计 可是这些软件设计员 基本上 印度的公司都找零时工 一个小时实行九块钱 然后他们缺乏 对于航空业方面的知识 所以他在这个之后 有人就发现 他的很多问题 是他的内部的 软体程式里面的问题 所以就不断地 发生了很多问题 那你知道这个波音 这么大一件公司 一架飞机上面都是几十万个零件 很多都不是波音做的 那一个核心的话 那还是他的软件 是他的指挥中心 这东西出问题 那另外他还有很多硬件的东西 也往外面去外包 曾经有一个重要的零件 他应该是用钛金属的 可是呢 委外给印度的公司以后 他就把那个钛金属 换成其他金属 省钱 然后呢 就造成一系列品质上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今天波音 就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变成就是说 他在这个 委外的这个 整个的过程 跟他的这个品管 跟那个监督出现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公司就变成 现在 以前人家说我坐飞机 打听一下是不是波音飞机 我才坐 我现在很多朋友 坐飞机的时候都说 打听一下是不是波音 会怕 如果是波音的话 就给我换一班飞机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那这个公司是一种 怎么讲 系统性的问题 那才会有这么多 每天系统上出问题 所以也不是一只 一只就转班的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 自毁长城 那么就跟有些国家一样 就走向衰败吧 是 好 介大使是用自毁长城 来形容曾经的 这个航空巨头波音 如今走到今天这部田地 不过在飞机制造团这边 波音掉的肉呢 大家可能都会猜想 被空八这边拿去吃 不过空八自己在16号 也宣布要进行了人力精简 来因应复杂的商业环境 特别是在卫星业务这边的亏损 还蛮大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防务 即航胎事业 是一口气要裁掉 2500人以上 这在欧洲的这个就业环境来说 可以是一个大规模 而在空八这边 不只是造飞机 包含了欧洲的飞弹 还有战斗机 太空发射等等领域 其实空八都有射入 那利家军怎么看 空八它虽然不同于 波音遇到的情况 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跟挑战 其实空八本身就是欧洲 包括英国 德国 法国 这几个意大利 几个公司联合 几个国家联合 起来组织的一个空八 刚开始的时候 经营也非常的辛苦 因为面临波音的挑战 它不见得能够打得过波音 那后来好不容易 能够扶植起来 但是现在来讲 第一个我认为说是 它有两个事业 一个就是所谓 我们很单纯的这种大飞机 制造飞机行业 另外它也在搞防空 也就是说战斗机的这种事业 那我们从这两个部分来看的话 那空八很明显地面临 这个俄乌战争 其实俄乌战争对全世界很多的 除了中国之外 全世界航空业都有造成很大一个影响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燃油变贵了 飞机一定要用油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俄罗斯上空 它不能飞过去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国家 能够飞从俄罗斯上空飞过去 就是中国 那美国也不能飞 所以美国现在在嚷嚷地说 你要制裁中国 你不能让中国有这么多班飞机 因为它成本就竞争不过中国 这是包括 那当然空八也会遭受到 这个鱼池之秧 那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主要就是 它在这个航太事务方面 很明显的它发展的战机叫什么 叫阵风战机 是法国发展的这款战机 那我们平常讲 你现在法国发展这款战机来讲 欧洲好几个国家有在生产的战机 包括到瑞典也有 对不对 然后这个美国 那你怎么去跟美国竞争 美国F-35毕竟是五代战机 那你的阵风也不过是四代半 所以我们就看到马克宏到处去卖战机 到印度也去卖 到哪里也去卖 但是你知道它你成本就是很贵 到目前为止 这个阵风战机总共只生产266架 那你数量这么少 你的成本就势必很高 你绝对是竞争不过 你自己的同盟国F-35 美国来讲你就竞争不过它 所以说它这个 要维持这个事业来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另外就是说太空卫星来讲的话 那你面临的对手 除了说美国之外 你还有这个中国 中国现在来讲的话 太空发射卫星 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台湾 有些卫星也是 委属别的国家来替我们发射 那中国现在发射卫星 它数量一颗卫星上去 一星对不对 十件 一颗卫星上去 一颗火箭上去 就十几颗卫星 在这种状态下 它成本也比较便宜 数量也比较大 一年到现在发射五十枚的火箭 那上面放了上百颗 你这个欧洲来讲 你空发你一年能够发射几颗卫星 那当然如果你成本便宜 我今天如果有需要发射卫星的国家 我当然就委托便宜的卫星 火箭发射公司来做发射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它很明显的面临劣势 不管是这个战机 或者是卫星来讲 它就面临这种成本上的劣势 在这种状态下 我觉得空发 这时候将航太的事业裁减 然后纯粹集中它的经费 用在大飞机的事业 我觉得是一种对的一个 很明智的一个决定 明确的选择 就是还是专注本业 那航太这边不能舍弃 但是暂时先不要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好那我们再把话题回到亚洲这边 就要来看到了中国大陆的飞机梦 终于要实现了吗 按照首次这个国际通行的设航标准 他们自制研发的 这个具有自主自会产产权的 喷射式客机C919 完成了研发 制造 取证 投运 这四个阶段 那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 包含了国航 东航还有南航 当然都要为这个C919 好好的背书一番 不过不只是自家人艇 包含了欧洲这边 航空安全局对于C919 也是给予了积极的反应 并且是有望明年 获得了欧洲的认证 想问一下议员 你认为这架 Made in China 百分之百纯正协同的客机 一旦投入市场 能够让现在这个一半空八 一半波音 各占半逼江山的全国市场 把它给搅动起来吗 当然是 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影响了 我们从前面 就是波音它的大幅度亏损 除了因为它产品质量 和安全问题不断突出以外 就亏损预期超乎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波音在中国市场的全面衰败 跟全面几乎退出 过去中国大陆市场 连续六年占 波音商的非全球交付量 20%以上 近年甚至超过了26% 但是后来怎么样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购买了 为什么 因为C919已经出现 已经诞生了 所以波音自己的状况又不断 而且近期因为黎巴嫩的自爆事件 也让更多人发现说 各种的 不论你的手机 或电脑 甚至是你的交通跟飞行的工具 都很可能会面临到安全的威胁 所以怎么样 还是自家的最好 当然了 波音面临的激烈的竞争 就是C919 作为它的竞争对手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市场进展 C919目前它的确认订单是711架 异象订单371架 总计已经超过了1000多架 所以这表明了 如果它很烂 就没有人要买 或者如果它的价格 它的竞争力 它的品质都不够好的话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这些异象的订单出现 所以表示 C919已经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上 不仅是在中国大陆内部 自己所购买 而且也接到了来自非常多的海外的订单 但目前来说 C919最大的难题 还是在说 它的产能 似乎没有办法那么快地跟上 所以没有办法快速地完成 在自己中国大陆内部 所有科技市场的国产替代 但只要产能跟上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个 当然大陆内部 就会全面地更换 成为自主性的 那么再来就拓展到海外市场 所以波音也好 或者是空客也好 其实都面临到未来很大的难题 好 我们说介大使 过往在担任大使其中 已经是非常周游烈果 那像C919 这种的飞机形态 如果未来也达得到的话 你会不会想尝试看看 我当然会尝试 我觉得这个飞机 要打入这样子的市场 是非常困难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取得四航证 那美国基本上 根本就没有动静 它不会让你 让这个C919 很快拿四航证 那这个空客 事实上 欧盟是比较开明一点 当然这一架飞机 大概百分之四十以上的 这个重要零组件 是海外产的 它的引擎是美发厂核制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认为基本上 就让这架飞机 让这些欧某的商人 都利益均沾 中国卖一架C919 美国也赚 欧洲也赚 我觉得这个策略上 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就是说 中国大陆有这个 为什么有这个条件 做这个行业 进入这个激烈竞争的市场 最少中国本身的 这个航空 这个民航机的需求量 内需的秉购 我们刚刚讲 大部分的订单 都是中国国航 各个航空是订的 那这个飞机 基本上是中短层的 它是属 大概差不多 4500公里左右的 我想它会把 中国大陆内部的国内航线 它会有很大的取代作用 就是说这个飞机出来以后 而且它的价钱 也比空八跟波音要好 不过这个飞机因为年轻 它的安全记录还不够 累积了不够 它起码要累积10年 10年 没错 人家才会对这个飞机 产生一点点信任 因为飞机不出事就算 一旦出事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只有中国这样子的大国 有这个国立国家才能进入这个领域的 要不然如果欧洲 不是各国联合起来搞个空八